各位好,今天介紹這支美科55 1.8自動對焦鏡頭 55 1.8鏡頭有什麼特點呢? 我們現在就看看網站的資料 這支是55 1.8 Pro STM全畫幅鏡頭 它主要的功能看看 都是看不到那些字,先摸一下眼鏡 好了,就是全畫幅鏡頭 自動對焦,自動光圈 這裡有光圈環,可以用機身控制光圈設定 這支鏡頭出了三個卡口 分別就是Sony E,Nikon Z 還有Nikon L-mount 即是Nikon Panasonic都可以用到這支鏡頭 我都試過將一部Nikon SL3 用這支鏡頭去拍照 出來的效果都OK 千多元支鏡頭配一部Nikon都挺過癮 55 1.8,有個Pro Pro Series 究竟有多專業呢? 稍後去看看 55招段,其實55招段都很接近人眼的看範圍 所以都很適合用來拍攝人像 或者風景 50、55這些招段都是必須的 以及大家應該都有不少的50或者55招段的鏡頭 專業級的表現,8K分別率 以及超強分析力 那我就用過這支鏡頭 在ZF那裡去拍片 以及拍了一些照片 現在新出鏡頭當然 分析力大家都不用懷疑 都OK的 再看下去 1.8大光圈 1.8都算是大光圈鏡頭 稍後就會看上片 究竟它那個虛化程度會是怎樣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55的最近對焦距離 0.55都算OK的 最近對焦距離 自動對焦 它就說有個叫做Lano Drive加 這個 STM步進馬達 究竟Lano Drive輔助系統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加上它那個步進馬達去自動對焦 當然Z的原廠鏡的自動對焦 的確比它更快 它也不慢 但是一有比較的時候 Z鏡的原廠鏡 是真的會更快的 有這個支援眼部 以及動物追焦 我都試過去拍片 待會看一條片的時候 我都會顯示給大家看一下 它那個追焦能力 會是怎樣 最厲害 它就說這個0呼吸效應 究竟是不是真的0呼吸效應 稍後大家都可以看一下一條小片段 我都拍了出來 究竟它的呼吸效應 是不是真的好像它說那樣 是0呼吸效應 這支鏡的重量 364g 其實都幾輕的 因為整支鏡 都是塑膠製造 沒有金屬鏡身 Hood 也是塑膠製造 所以出來的重量 都會比較輕的 這裏就有一個對焦模式的開關 有AF 和 MF 有這個按鈕的時候 這支鏡好像高級了 當然我們看看 它的光學結構 压組11片的光學結構 有兩塊的高折射率鏡片 兩塊ED低色散鏡片 以及一塊飛球面鏡片 還有那個度膜就是多層納米高清度膜 還有些什麼細節呢 後面它有一個紅色的防塵防水滴的膠圈 這樣東西都做得幾好 一支千多元的鏡頭 都有這個防塵防水的功能 還有卡口後面這裏有一個 Type-C的接口 將來可以做一些固件的升級 就可以連接一支鏡去做一個升級 大致上的技術參數 都在官方網站那裏 我用ZF 用這支鏡 去拍照和拍影片 看看它的效果是怎樣 今次 我們都是找到美女善善 幫我們拍照和拍短片 我們一起去看看照片和短片 這些照片我也有做過後期 當然啦 我還是說回那一句啦 拍攝模特兒就一定要做回後期啦 我們都要尊重回那個模特兒啦 因為很多時這些鏡頭 拍出來的銳利度都非常之高 很多瑕疵都會拍到的 你不做回後期 其實都很難出到照片的啦 我們逐張照片看看 每一次不知為何 如果阿善善出來拍照也會下雨 我都頗喜歡下雨拍照的 因為那種感覺真的非常之好 阿善善真的很美女 因為阿善善就是讀這個時裝設計 每一次來都很適心打扮 那些散景大家可以看到啦 其實那些散景我覺得中規中矩 大家的喜好不同啦 那你們都可以看回 散景的表現是怎樣的 那我看看這張照片是多少 都是全開光圈1.8去拍的啦 銳利度 真是非常之高啊 現在出鏡頭的銳利度真是非常之好 那這張照片也會看到 每一個細節 即是對焦對得準的時候 1.8光圈 對啦 1.8光圈的啦 每一個細節都會看得很清楚 而且它的立體感也不錯啦 不錯啦 1000多元一支鏡頭 是不是 再看一看 嘩我 特地去拍 close up 一點 拍攝善善 究竟呢 它的分析力是怎樣的呢 嘩你會見到 分析力真的不錯啊 你會見到善善那些皮膚 那個質感 即是那個都會看得到出來 好美啊 對啦 這樣線線拍照真是好美 我們再看回一些 不同的照片先 好 旺角僅有的電話亭 現在還可以找到 那麼這個電話亭呢 我們都經常在這裡 拍照的啦 趁它呢 未拆的時候呢 都拍多一點 你看看這張照片呢 在電話亭呢 那個玻璃的水珠呢 真是一滴一滴呢 都可以看得非常之清楚 那麼下雨呢就有這個好處 可以呢 看回一些照片呢 平時呢 真是看不到的 好了 看回散景啦 這個散景呢 其實呢都挺有趣的 又不同 普通看開的那些 這樣的散景 那麼要不就綑條江邊 要不就有些 有些橢圓形 那樣 但是這個散景呢 又好像有些不同 那樣 那不知怎樣形容啦 那麼大家去 欣賞一下 它那個獨特的散景 好了 那麼看回一些 Close up 的照片先 哇 你看隔著的玻璃呢 都可以清楚呢 見到呢 手的紋 還有呢 每一粒水珠呢 都可以清晰可見 分析力呢 真是非常之高 這一支鏡 還有呢 拍照的時候呢 在低缸裡面對焦呢 亦都對得非常之準啦 好 我們再看回先 其實呢 我都幾喜歡這些照片的 即是有些看到看不到的那種感覺呢 即是很特別呀 哇 你看下那些 分析力呢 真是非常之強呀 哇 這裡呢 有一條膠紙 好像被人撕掉的那個 那個膠紙織呢 都看得清清楚楚呀 一條條頭髮絲呢 都很清楚的看到啦 還有呢 你的眼睫毛呢 都會看到呀 那即是說呢 這支鏡呢 對準的時候呢 真的那個 銳利度呢 非常之高呀 那這張照呢 都是1.8 全開光圈去拍的啦 那當然啦 用這些大光圈的鏡頭呢 我通常都會全開光圈去拍的啦 非常之準確呀 這個銳利度 好 看回這張照先 我對了一把傘啦 其實呢 後面呢 蒙蒙龍龍呢 那種感覺呢 都是非常之好的 好啦 那再後面呢 就是看回那些車的那個散景啦 還有 應該是巴士的那個 正在走過來啦 好啦 再看回這張照 在這個邊位那裏呢 就會出現了一些 比較濫鬱形的散景出來啦 那麼在中間位那裏呢 就會見到呢 散景呢 就非常之圓 還有呢 散景的光邊呢 也都幾特別的呀 有一層 不同顏色的光邊呢 就包圍著那個散景呀 啊 這種就 幾有趣的那種感覺呀 你看這個散景是不是有 一層一層的洋蔥圈在裏面呢 是呀 都幾有趣呀 就是慢慢去 放大張照去欣賞一下 這些散景都幾有趣呀 好 好啦 跟著我們再看回不同的照片啦 那你拍照的時候呢 撞到下雨啦 那我就用回一個藍色的色調啦 那就會 襯托那種感覺出來 好漂亮呀 我覺得是 哇 你看善善那個 皮膚的質感呢 所有東西都看到 嘴唇呢 那個紋呢 每一個細節呢 都非常之高呀 還有呢 對準隻眼啦 那跟著呢 一落呢 就落到一個比較萌的散景啦 雖然1.8光圈呢 都屬於一些大光圈的鏡頭啦 都可以呢 拍到一些這麼漂亮的照片啦 還有這支鏡呢 說真的啦 一支 很貴的鏡頭啦 我們現在賣的呢 都是 2000元有罩啦 一會兒告訴大家 賣多少錢啦 好特別呀 那種感覺 那種散景的感覺 真的好特別呀 我覺得是 都之前都沒見過 是這樣的 一個 散景 這張照呢 其實這兩張照呢 我都很喜歡的 因為呢 它那個色彩呢 比剛才呢 就會比較濃烈一點啦 多了不同的色彩啦 那有時候我們在香港呢 那些巴士站呀 旺角呀 拍照呢 其實呢 都會有特色的 因為呢 你會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你呢 好少見到呢 巴士站呀 路牌呀 那樣呢 密麻麻呢 堆砌在一起的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張 頗漂亮的照片呀 哇 你看下這張照 我看下這個呢 這張照呢 就收回到2.2光圈了 收到2.2光圈呢 那個銳利度呢 好像真的是 加強了一些呀 我覺得 你看看眼睛那個銳利度 還有頭髮那個 銳利度 都非常之高呀 很繁華 很繁明 還有有一種呢 很 雙感的感覺呀 又下雨天拍照的時候 是啦 哇 你看下這張照片 真的非常之高呀 這張照片 手指那些紋呢 都會看到呀 好了 在旺角拍照呢 其實呢 都人多車多啦 但是呢 將 但是呢 你用1.8大光圈 在後面的 景象呢 虛化了的時候呢 得出來的那個效果呢 都是非常之好呀 好 我們再看看最後一張先 一張呢 剛剛呢 沒有車在街上 叫善善 站在中間那裏拍照啦 那這一張呢 都是全開1.8光圈呀 真是非常之銳利的一支鏡頭呀 做得都不錯呀 這一支鏡頭也 好了 那 照片呢 我們就看完了啦 那大家呢 可以 看回一些照片呢 就評論一下這支鏡頭 究竟是怎樣啦 好 現在呢 就看一下呢 她那個呼吸效應呢 是不是聲稱呢 有這個0呼吸效應的效果呀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條片啦 那就是呢 我叫善善呢 就站在前面啦 那就 前後前後這樣對啦 那看回呢 那個呼吸效應呢 究竟她那個效果是怎樣啦 好啦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啦 那其實呢 真是很少呼吸效應啊 可以說呢 真是0呼吸效應的那個感覺呀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呢 她那個追焦功能 究竟是怎樣呀 叫善善啦 前前後後這樣走啦 那其實呢 大家都會見到呢 都可以 黏住眼啊 那個箭錘都 ZF都對得很準啦 好 出了去之後呢 再入回來呢 都可以黏住眼 再看一下先 是啦 那麼動來動去呢 都對得都OK呀 出回去 另外一邊啦 再走進來 即時呢 都可以呢 跟到喔 前前後後再看一下先 都沒問題呀 那這支頸呢 那個對焦功能呢 都非常之OK呀 轉個圈 亦都可以黏住眼 招待會兒 他應該會有什麼 在 萬物 下午 і 小小子 對焦功能 但乎將會有什麼 走進來 對焦功能 在… 因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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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